昨天 日喀泽40米射电望远镜 在西藏日喀泽市顺利完成天线系统主反射体的吊装 这一望远镜天线机械架设的初步完成 为后续的望远镜电气调试等连调工作奠定了基础 日喀泽40米射电望远镜是探月工程四期投资建设的一架射电望远镜 望远镜的天线具备全实面 全可动 高精度 多用途等特点 预计这架射电望远镜将于2024年年底完成基本建设 2025年年初具备观测能力 望远镜建成后将加入由上海天马 上海蛇山 吉林长白山 新疆南山 云南昆明 其他五个射电望远镜站点以及上海VLBI中心 共同构成六站一中心的中国肾长基线干涉测量网 该测量网就像一张关天巨眼 是将分布在我国不同地方的射电望远镜连起来 构成一台分辨率超高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 这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现有的肾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测定轨能力 为我国后续包括月球和行星探测 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技术支撑 看看我王队和行星探测量技术一